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什么叫咻咻咻 咻咻咻就是 有时候你做事做一做 然后你会发现说 有时候很卡 就你就很不开心 那如果说有时候你找对了方法 然后就可以咻咻咻一下子就做完了 那我觉得那种咻咻咻的感觉 就是很微妙 就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 所以其实你做编辑或写书 已经进入咻咻咻的阶段 没有 要卡的时候就是卡到很可怕 可是因为每一本书的状况不同 有时候是跟作家沟通比较久 有时候是跟设计沟通比较久 有时候就是会 每一本书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你就得要帮它解决 所以在多数的时候其实 但一样找到方法了 一样会比较容易咻咻咻啦 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聊到 因为我盘点了一下陈夏明的人生 还蛮可怕的耶 你现在是你开了一个出版社 自己做翻译 前一阵子翻译完海明威 然后你还写专栏 你有两个专栏 然后还要抽空写自己的书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这么热爱这个行业 有时候说热爱真的是 真的是已经是很遥远之前的感觉了 就是说 像我一开始要开出版社 其实就是因为 我很喜欢书 我想要多了解这个书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那种热爱 那种热情是很烫喔 会墨下会烫到那种烫 可是后来发现真的开始去做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被迫的也要做其他你不喜欢的东西 那这是一定的 可是你久了以后会发现反而是那种热情 慢慢的会慢慢的退下来 可是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 你觉得你可以做 你可以从这一份你热爱的事情里面 找到某一种安全感 那个安全感就是会在支撑着你 再继续往下走这样子 我们刚刚说到你的身份很多重 你又是作家 你又是出版社的社长 是必须要面对作者 你也要面对读者 就是身处在我们这个 其实蒋老师的话前一阵子 大家都在讨论出版界这两年 非常非常难做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如果说是跟作者的话 就是说 嗯 就是要放轻松 哈哈哈哈 因为现在 你说书出完了之后要放轻松吗 输出完之后我们就尽力的去打嘛 就是去宣传去行销什么的 就尽力的去做 可是有时候不能够让这个销售数字 决定你 你对于自己的观念 就是有时候你 有些人会认为说 他自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写了一本很棒的书 对 结果可能全台湾 两千多万的人口 里面只有三百个人 读过这个书 应该说三百个人买了这个书 可能里面只有五十个人会读完 他们内心会有很大的哀伤 对 所以可能我现在都会觉得说 一切很多真的都是缘分 所以我们就尽力的去做 可是永远都要记得就是 呃 你的创作 就是是有价值的 你不能够说 我不在乎销量 你还是得在乎 但是你不能把销量当作是 认定你自己价值的唯一的基础 对 对 可是为什么你在你的书里面写说 读者就是想要你吃土 哈哈哈哈 这实在太猛的一句话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就回到对读者的那个 因为很多的读者他会觉得 例如说有些人 有些作家在脸书上会写一些很棒的文章 所以大家都习惯要去订阅他嘛 对 看到就哦好赞哦 立刻分享嘛 对 可是大家都不会想过一件事情是 作家在写出这么棒的文字的时候 尽管发表的地方是脸书 嗯 他写这些东西是没有搞仇的 啊 写在脸书上是没有人会付他钱的啊 是 那可是当这些东西他集结成书的时候 就有很多读者就会说 啊你这样很没诚意耶 啊脸书上都已经发表过了 还要还要出书 你只不过是把你以前发表过的 集合起来而已 对 可是大家就完全忘记一件事情 是大家之前看的都是免费的东西啊 嗯 所以今天如果说有很多的作者 他从脸书出书 嗯 或者是他之前在某些专栏 发表了很棒的文章 他集结成书 那有些读者真的会因为觉得说 啊这个上网看一看就好了 那就不愿意去支持 对 可是那你少了你这一本书就差很多 因为书是一本一本卖的 可能对读者来讲或许有一些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这件事情 嗯 只是我们现在很习惯在电脑上面看 对 只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 偶尔也得想一想就是说 作者在想这些梗或者是说在写这些道理的时候 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 嗯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要就是 我们要去支持他 嗯 那有时候作者 有时候读者都会心里面都会想说 哎呀这个我的作者最好 我喜欢的乐团 我喜欢的歌手 我喜欢的作家 最好越少人知道越好 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霸占他 我如此独特这样 对对对 可是这样想法有时候会比较自私啦 因为这样子 创作者其实在这个时代 就会过得更辛苦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喜爱他 那你就是支持他 然后你要以你这样子喜爱的热情 对 然后把他的作品转给其他的人 让大家知道 嗯 对 所以用湘明的说法就是 我们要用新台币让他下架 对让他下架 哈哈哈哈 但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在整个 因为时局真的不太 不太应该也不是说时局不好 应该说是我们正处在一个 新旧媒体正在改变的状态 那当然阅读这件事情 习惯都开始改变 嗯 对 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 那当然出版业 我们就得自己去想办法啦 对 对 我在香港出差 我就读了那个《绿野显重》 那个原文的书 因为本来就有计划要做 所以我连带那个书 我连在那个地方买那本书 都只是为了做工作而已 嗯 可是在旅馆读一读就 天哪好开心哦 《绿野显重》 就会有一种好像 内心的能量被找回来了 夏明其实这本书啊 我看了之后我的心得是 讲老实话因为我不是编辑 所以我不能理解 我要看一个人告诉你 编辑的咻咻咻的方法 可是其实不是只是编辑 对不对 你把这件事情也放在人生里面 所以人生到底要怎么咻咻咻 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其实很有趣 他很多人都以为说 编辑的时候 你坐在这地方看稿字 改错字 这就是编辑 不是吗 他这个是最低阶的 最高阶的编辑 其实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作家 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像星探嘛 星探在街上看到 你太漂亮了 然后立刻就冲过去嘛 我要把你捧成 对我把你捧成谁谁谁这样 那在编辑的世界就是 你看到一个好的作者 你就会去抢啦 那所以从去抢作者 到你跟他签约 然后再开始讨论稿件 然后拿到稿件之后 你要开始去把它变成书了 所以你就开始去跟设计师讨论 他的封面要长怎么样 纸质要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的步骤 等到都讨论完了 要送印了 这时候你要跟 置板厂 印刷厂 装订厂 又再开始去周旋啦 你完全是一个 从最源头开始的上游到最下游 对 你要全部陪伴他 而且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工作模式啊 因为通常你就是 可能只有在 你前面后面有接触到而已 但编辑的工作是你从头到尾 然后你书印好了 你还要再跑到通路那边 然后你还在应付读者 因为有时候你也拿到课数嘛 就是这种行业是很多课数的 对 所以等于是说 你从事编辑这一行 其实有多数的时间 你都必须跟别人沟通 所以沟通变成它是编辑的核心了 所以当你在做这件工作 你做久了 其实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会 像你在 你当主持人当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能够 从来宾的声音 就听得出他开心不开心 然后那像 这是我的 咻咻咻 对 这是你的神秘的技能 那像我们做书做久了 其实看得到说 有些人生的状态跟编辑的技术 它是可以互相呼应的 然后你有时候遇到一些难题 你可以透过编辑的方式去解决它 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你的编辑 咻咻咻能力里面 在人生有什么印证 最简单的就是阅读这件事情 最简单的 因为阅读 很多人讲说编辑就是要挑措字 然后我遇过一个前辈 他说干嘛编辑要找措字 我到现在 我只要打开稿 只措字就会跑到我的眼前 我说哇塞 措字跑到你面前跟你下跪 这这么厉害 那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的阅读很敏锐的时候 那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中 有非常多的事情值得怀疑 例如说你可能跟一个人 正在谈恋爱 然后你可以阅读这个 你不是只有读书啊 你读书的技巧可以运用在人身上 所以你就发现说 等一下 为什么他今天跟我讲话的时候 讲话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突然间解拔了 然后你可以开始去阅读 他的身体的状况 这个为什么衣领旁边 沾了什么什么皮肤色的东西 开始去研究那个是化妆品或是什么 或是味道或是什么 所以其实阅读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阅读能力是够的 那你真的就可以在生活中扮演侦探 你可以找到很多有问题的事情 那例如说你要写履历嘛 那我们做编辑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就是影恶阳善 你是说作家的恶跟善吗 对应该说作品的恶跟善 就是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缺点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修饰它 去改善它 让它变成就是优点 或者是我们想办法把它压下去 然后看到这个 这个优点太棒了 放大放大放大 就是给它高倍速放大 就是去加强它的优点 但淡化它的缺点 但有时候也会逆向操作 把它的那个缺点 稍微加一个一些小小的调味料 它就会变成很酷的东西 这是一个特色了 就是有时候丑丑的 但看起来很可爱那种感觉 所以说编辑的这个技术 它如果放在你的履历表上面 其实很有用 因为有些人在写履历自传的时候 都会说 我来自小康家庭 我的爸爸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的妈妈是什么 我的弟弟是什么 可是对其他的人来讲 没有人这么在意 这些资讯其实没有意义 对 是多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用刚才的方式 去想一想说 我的人生里面有发生过 哪几次非常特别的经验 那那个特别的经验 可以拿出来当作是一个开场白 可是又可以刚好呼应到 你的人格特质 那这样人家会用那个故事 去记住你 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所以其实是编辑你的人生 对 有点像是这样 真的 而且现在你就算你要打卡 你要大家都要自拍 因为我手是这样错的 应该是自拍 然后打卡之后你发现 糟糕不行 我拍了这个照片 脸色太差 OLED很严重 然后立刻就要赶快删掉 所以你要开始去编辑你的图 所以就美图修修什么什么 对 只是要记得要留一点毛细口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编辑 你的文字里面出现错字 那也是编辑 对 那你以后如果开餐厅了 你要做菜单 那菜单也是需要编辑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全民编辑时代 虽然说夏明非常非常热爱你的出版页 你也很喜欢阅读书 可是我相信 尤其是刚踏入社会没有多久 两三年的年轻的朋友 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对于自己的工作 其实会有倦怠 陈湘明有没有碰过 你真的早上起来 根本不想看到书那种状况 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 就有遇过一次倦怠 那次倦怠 因为我现在住桃园 以前在台北上班 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坐火车通勤 所以有时候到台北 听到说下一站台北 那我心里想说我可以不要下车吗 我就坐到基隆好不好 或者我就坐到花莲好不好 因为往北的嘛 然后有时候 或者是从台北车站下车 然后去坐捷运 然后我想说天哪 我会不会一路坐到新店 这可以坐到新店吗 或者我坐到新店 再坐回去淡水 以前还是连在一起 是 只要看到不是公司的那个站名 都觉得那个名字还蛮浪漫的 对 可是问题是公司也没什么不好啊 是 可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工作 你做到一个段落了 然后就像你爱一个人嘛 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关心他 你会把很多的事 你就会打电话给他 问他有没有吃好 然后你会担心他有没有睡好 然后就是你自己生病的时候 你还会担心他 会不会浪费他的时间来照顾你 就是这些感觉 可是当你一直投注这样的 感情进去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得到回馈 或者是说 得到的回馈不是你要的 那我觉得工作其实也是 就是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爱嘛 你付出多少爱出去 你就会希望有多少的爱 可以回来 可是有时候你 没有办法拿到那个回馈 所以在那状况之下 其实心情就会很恶劣 有时候 如果说没有拿捏得好的话 甚至你真的 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是 我看到书就会很不舒服 是生理上的不舒服 是生理上的不舒服 就是会很想吐 我又是做书的 我就没有办法 那我的工作又是得去书店去寻 所以我那一阵子我就 只要走进去书店我就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摸那个书 我就是这样看了就好了 后来你怎么克服 后来也没什么克服 他就过了 没有啦就是后来也去读了 就是真的那一段时间很痛苦 痛苦在于说好像 我们有时候做编辑 尤其是我得要代替作者去打书 或是什么 所以可能表面上我就是要很开心 装坚强 可是我那些心里想 天哪可以不要做这事了吗 就是会有一个反差 后来真的是在 我在香港出差 我就读了那个绿野仙中 那个原文的书 因为本来就有计划要做 所以我连带那个书 我连在那个地方买那本书 都只是为了做工作而已 可是在旅馆读一读就 天哪好开心哦 绿野仙中 就会有一种好像 内心的能量被找回来了 那时候就会发现说 阅读真的还是很有趣的 对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立刻就爱上 就是又回去那个感觉 你知道 要慢慢的 对就慢慢的 可是我觉得 其实人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 尤其是你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 你可能发现自己也没有办法突破了 到了一个阶段 那可能就是 你就转个弯吧 或者是什么 可能再从新的角度 再切回去看 可能就会 那个挫败感 或者是那种 那种低潮 就会比较快过去 很多的人因为网路太发达了 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 所以我觉得 如何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现在的人 会需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 独自书店就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重新享受一个人的状态 你刚刚说到 其实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编辑的社会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参加了社群媒体 对 我相信大概99.9%的人 都有自己的脸书 脸书上其实也是需要编辑的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会纳闷 为什么我发了 偶心力写的 又图又字 然后可是按赞的人这么少 那个陈夏敏的脸书很可怕 大概我观察过你的脸书 大概差不多10分钟 15分钟之内 就是上百个人按赞这样 脸书有没有 这上百个还算少 你知道有些就是 有些那个模特儿 或者是明星就说 Hello 然后就一万 对 不是再按一个Hello而已吗 或是说 打一个照片说 晚安 然后就 哈就几千个 就是很难相信 是 可是当然那个是原本 它就有知名度 所以它 这个东西当然就很容易可以达成 可是在没有知名度的状况之下 其实 例如说你如果要分享一些文章的时候 对 那你如果只要单纯分享那个内容 对 就直接贴上去 那其实大家 有看跟没有看 其实没差嘛 嗯 可是如果说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多加一句霉批 嗯 那就会很有效果 就是大家会知道你对于这个事件的想法 看法是什么 是什么 对 但这件事情也是危险的 嗯 因为如果你本身就有知名度的话 对 你可以滥用这个东西 就会把自己的一些 想要 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在讲人家什么洗脑或是什么 对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话术啦 嗯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透过语言 透过图片去说故事 嗯 然后去达到你要的目的 嗯 所以当你在转一个文章之前 嗯 你可能也得先想一想 就是说 诶 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让你一看就很生气 对 啊这个照片是真的吗 好你可能得去想一想 这个东西 会不会是 可能一个照片本来这么大张 就右边被拆掉 对 就他只用左边的那个 那也有可能嘛 是一个很知名的例子 对 那这东西其实就会变成是 它是心理学的应用啊 嗯 就是说你 你看到的图片 你知道说这是真实发生的场景 对 再来你再放下面的文案 对 然后你就会说 哦这个 就是眼见为凭了 嗯 但其实 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嗯 就是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都相信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经过编辑过的 对 其实你去看各大媒体 那都是精心编辑过的结果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不想要太容易就上当的话 嗯 你自己一定要去学会 编辑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要了解编辑 理解它的背后的运作 哦 你就不会看到 只被裁掉了一半的照片 对 那一半的真实是什么 火气就上来 哈哈哈哈 不过我看到有一些人写脸书 其实还蛮厉害的 嗯 它是一行 对 嗯 它是一个句子就一行 一个斗点就一行 对 对 那样子其实还蛮适合阅读 对不对 它其实最早的状况 是从PTT那种网路论坛的文章开始 因为那时候其实 因为有些时候你的面宽比较宽的时候 对 你要这样子整个打到满 其实看起来会很不舒服 很吃力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习惯一行一行 那进入脸书之后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他会发阳光大嘛 对 那他就更厉害 就是他就是 让他变成是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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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一整篇文章可能只有三百字 但他可以看起来像要划很多次 对 可是其实在行动阅读上很方便 对 就是你手上这样滑就好 就还蛮方便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编辑 对 就是他让他的读者 可以一眼看到他要看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方便阅读的方式 对 你看编辑多重要 可以让你在脸书上变红人 真的 而且可以就是洗脑人家 哈哈哈哈 夏明最近常常在脸书上讲 你的一个人生新进度 你要开书店对不对 对 跟我们讲一下开书店这件事 因为我们刚刚数过嘛 你当社长你又写书 你还要翻译 你还要推自己家的书 对 还有专栏 是年底吗 秋天书店要开张 很紧张 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最近都睡不好 就是因为要开书店 嗯 但是我觉得 呃一方面来说 我应该是九月多 十月就可能得开了 因为你知道一旦跟房东签约 每个月 每个月都要有房租了嘛 已经租了你要赶快开张 对所以就要赶快去开张它 那我觉得开书店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 另一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呃我在桃园开出版社 嗯 但是呃我发现我们出版社的知名度 其实是全国性的 嗯 就是我的读者最多的地方 并不是桃园 是 可能是台北 可能是台南高雄 读会区这样 那我当然心里面也会 思考到另一个问题 是说今天我出版社开了五年了 嗯 然后其实我手上 也可能有一些文化上的资源 嗯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 如果我在桃园找到一个空间 嗯 然后我开一家书店 嗯 那我试试就可以再把 我曾经得到的这些 文化上的资源 再带回 有系统的带回来 桃园的这个空间 哦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让 让桃园的读者们 很方便的可以享受到一些 很不错的事情 嗯 大家独立书店 其实都有一些特色 嗯 夏明的独立书店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很多的书 没有啦 那书要比多的一定 我们一定会输人家 对 我们的书店应该就是 会鼓励大家读字前来 哦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们的书店名字 应该叫读字 阅读文字 嗯 但是它是一个双关语 是 就是 因为现在 呃我觉得 很多的人因为网路太发达了 嗯 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 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站在那边 等红灯 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 我就看着那个 那个小绿人 嗯 或者是什么 或者偷控看看旁边的人怎么了 对 但现在 有时候真的会 一旦红灯了 我就立刻拿出手机看 就会跟人家聊天 是 是 真的 就不敢要独处 或者就处理公事 对 跟同事沟通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 如何跟自己相处 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现在的人 会需要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的 独自书店就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重新享受一个人的状态 对 但我们有一些阅读的书 选书上也会针对那一个人 嗯 但我们欢迎你全家来啦 你真的就是 每一个 那个阿公阿嬷啊 或是小朋友 我们都会准备书 给你买回家这样 对 我最后对夏敏有一个问题 就是夏敏可不可以说说看 出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会 有很多的想法 嗯 可是后来发现真的 可能这辈子就是 这件事要做得最好 嗯 嗯 因为这毕竟是 这辈子最想做好的一件事 对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很多选择工作的机会 对 那我发现我活到现在35岁 我会觉得好像我的人生 有许多的时刻是 由书堆积起来的 嗯 那我既然喜欢这件事情 我也曾经参与其中 那我觉得 或许接下来的人生 还是要好好的 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把阅读的美好 对 让更多人知道 对 嗯 希望陈夏敏的书店很顺利 然后每一本书都畅销 哈哈 立刻就是 哈哈 原子的小金刚就出现了 对啊对啊 谢谢 先谢谢夏敏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